要小心喔 它真的很刺小心 刺豬 刺天驗 加油 手抓紋 要往上 往上 我是告訴你 往上了 台湾地定 這裡只是秘境的路口而已 這樣的景色已經讓我 非常的期待了 重點是我已經戴好了 雙證件 這就是那個原住民要求的雙證件 不是身分證跟駕照 有沒有看到 米酒跟檳榔 帶這證件要幹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入關的手續 我先去找這一個朋友 先好好的跟他打一下招呼 大哥 這都是山豬耶 對 這個都是我們家族列人 列下來的頭顱 以前我們在中央山脈的時候 是不會放動物的頭顱 因為以前我們是放日本人的頭顱 其他種族的頭顱 除草 就是除草沒有錯 對 但是我們牽你過來之後 我們的祖林屋 就不能再放頭顱了 如果再放頭顱的話 我現在 會被關起來 對 會被關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山豬來代表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學歷來講 我們家族的男人 都是大學到壽司以上的學歷 我們的帥哥 你有沒有打過什麼動物的頭顱 我的學歷就是 我還沒有入學 哎呀 待會我們要去爬山 我們先在這裡補充一下我們的熱量 除了這個山豬肉以外 為我們的帥哥 準備了我們這個獵人的梳袍 為什麼叫做獵人的梳袍 以前我們不好取的養生的東西 這個都是我們就地取材 拿得到的 隨所可得的東西 所以這裡面是什麼 有薑黃 黃薑 是 還有野生的肉桂跟甘蔗 保暖用的 而且一喝完 就整個身體會熱起來 對 因為這個薑黃 我知道說 對我們人的皮膚非常的好 是 女孩子喝一杯 是 可以漂亮三天 喝兩杯 喝兩杯 漂亮一個禮拜 不好意思 還是三天 為什麼 因為它的有效 就只有三天 你不管 喝再多也沒有用 對 烏農族人稱 嵐山部落為沙拉沙 意思是 這是一個甘蔗會長得高 動物會活躍 人會活得好的一塊地 這番介紹 成了這趟旅程的動力 我準備好接受挑戰了 這就是路口了 對嗎 是的 耶 來 小心喔 我們慢慢走 現在就要出發到 旺幽森林嗎 天堂之門 對 大哥說 有四個關卡 我們走到這裡 就要手腳並用了 好 可以扶的 我們就要開始攙扶了 好 小黑 小黑你是不是趕下去 來 不是 小黑你趕下去嗎 因為狗會怕靠 欸 他還是 下去啦 這手腳 要並用 來 走到這裡 能抓的我們就要抓囉 好 扶著樹木會比較好走 OK 前面就是我們傳說中的第一關 第一關是什麼 好漢坡 只能說謝謝台灣第一等 因為經歷了利松溫泉跟嘉明湖之後 這些關卡呢 對我來說已經算是可以很輕鬆的應付了 眼前這條好漢坡對我來說算是小菜一疊 只要沿著繩索路線往上爬 就能順利過關 上一秒才說很容易的 話還是不能說得太早 而這裡的原始環境 保留了豐富的自然生態 無時無刻都充滿著驚喜 讓我們這群台北崇 海森不斷 放東西 這上面 好可愛喔 好可愛 你叫什麼名字 對 他丟東西 他丟阿通 他走 很幸運 還有迷猴當我們的反客 對 但是我們要注意 有一些植物 我們千萬碰不得的 對 要小心 牠真的很刺 小心 刺進去了 對 真的這個鉤子 刺到會哭 這個叫做黃藤 整排都是刺 如果我們在山上不小心 被勾倒了 千萬不要繼續往下拉 是 我們要順勢 跟著牠的勾勾一樣 往上推 就掉了 也是很恐怖 你說這個是牠的葉子 對 牠也有那種 像樹葉的葉子 這個刺也是牠的葉子 對 來來來 猜謎時間到了 請問被黃藤刺到了 猜一位藝人 答對了有獎品 除了會刺人的黃藤 巴黎大哥說 如果在野外不小心 被咬人狗的性毛接觸到了 會紅腫難耐 結藥就是長在附近的姑婆浴 從根莖擠出汁液 塗抹在傷口上 可以消腫 減緩刺痛感 在這沒有邊境的大自然教室裡 每個地方都是野外求生 學習的好場所 這邊又跟我們剛才看到的景色不一樣 這邊都是岩石 對啊 走下來小心 我知道這一關 難的是什麼了 難的就是 你的先天條件 對不對 這一關 就叫做一線天 一線天 對 這是我最討厭的一關 你說這個寬度要多少 只有28公分 那邊真的很窄 越來越窄 透光 但其實裡面好漂亮喔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 叫做147個小時 有 它就是在同樣類似的場景 它被 對 它在一個小鼓 然後手被夾住出不去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開玩笑 還是要想辦法出去 不要卡住喔 哇 這裡很窄 這裡很窄 28公分的正在這裡 哇 可是這裡很漂亮 你們看 有沒有 一線天 OK YA 最近我好像瘦了很多 所以你看 我很輕鬆的就可以過去了 大哥 我過來了 你過去了 而且 我連石頭都沒碰到 那就換我過去囉 來 我來這邊拉你 好 哇 這個是我最討厭的一關 來囉 可是這裡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可以 可以 肚子 肚子 你的肚子要縮小腹 等一下 這個我拉你有用嗎 沒有關係 我有疼可以拉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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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說小腹 好 過好了 YA 哇 恭喜 好 你其實上半身很好過 你是卡在肚子 這裡 哇 太好了 YA 我跟大哥都成功過了 哇 你看 小黑最早在這裡在休息等我們 而且他已經來這裡休息很久了 嘿 嘿嘿 你是不是等我們等很久了 蛤 有可樂 哇 可樂你也來了 哇 夾風中求生存的一線天 對這次外景團隊的夥伴來說 似乎都不算太難 大家陸陸續續的闖關成功 而我們探險的這片大自然山林 部落族人稱為森林博物館 管藏了上千棵珍貴的原生白榕樹 是目前台灣中低海拔保存最完整的 南榮混森林帶 每段路程都能看到不同的樹景變化 阿力 這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榕樹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 今天的最後一關 這真的很壯觀 這是一棵樹 一棵樹 你看它把這棵大石頭 幾千萬噸的大石頭 全部都包起來 包圍住 對 前後左右全部包起來 你看很厲害 我們等一下這個最後一關 是要往上爬 對 這個要挑戰一下了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 當然可以 還是你覺得有困難的話 我們旁邊有貴賓洞 可以走 這裡還有貴賓區 有 我們那邊是貴賓 VIP通道就對了 對 我跟你講 雖然我是VIP 但我還是堅持要體驗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是嗎 這個是等於就是爬著 它的樹根上去 猴子 有猴子了 其實連猴子都跟我們打招呼 都出來看我們 由大樹棄根所組成的天然攀岩場 大小朋友都可以來挑戰 只要手腳並用抓緊繩索 任何人都能順利過關 但巴黎大哥卻要出個難題給我 如果可以的話 通常我們不走繩子 我們是直接往這裡看上去 走沒有繩子的地方 慢慢地爬上去 這是你們早期的攀爬方式 是的 體驗一個更原始的一個過程就對了 對 我就是要挑戰這個 真的嗎 但是你要教我 好 等一下我會用不一樣的方式 來指引你往哪裡走 好 好 那我要上去了 一樣也是三點不動 一點動 是 攀岩的口結 來了 來 壓 壓 加油 手抓紋 來 要往上 往上 我是告訴你 往上了 你用這個告訴我 對 這樣才會爬得比較快 拿刀子在後面嚇我 是的 加油 這裡 加油 好準 剛好你的腳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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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 這裡 對 手要抓紋 加油 這裡 對 再往上 加油 要抓紋 好 爬 爬 對 非常的棒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完全是用徒手的 最原始的 就是要按照的這個 跟的這個脈絡 對 跟著它 找到那個 可以踩的地方爬上來 對 攀爬到了最高處 隨著指引繩索繼續行走 穿梭在錯綜複雜的樹根之中 宛如走進了阿凡達的電影場景 現在能看到的這一切 多虧了創辦人阿力曼先生 與部落族人守住這塊淨土 我們才能夠有機會 感受與大自然共存的智慧與樂趣 目前我覺得最酷的就是一線天 然後跟這個攀爬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攀爬以往 我們都是爬這個 比如說岩壁 或者是比較陡的這個坡 那這一次攀爬比較特別的是 你是用樹 當作這個 我們攀爬的一個地方 而且這個樹真的是很壯觀 我到現在 我眼前看到的都是它的範圍 它真的就是很大 它可以把整個天空都遮住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 巴黎你要幫我們看好前面這一位 來自金門嬌生冠養的小千金 只有她是走VIP 我們都要攀岩 我們都要體驗 她就走VIP 為什麼 她比較沉重 為什麼呢 她比較沉重 她讓我們心情很沉重 沒有啦 她要讓我們知道就是 這個VIP通道的路徑跟我們攀岩的路徑 兩邊的差異在哪裡 果然就是說 這裡是有很多選擇的 你想要選擇什麼樣的體驗都可以 大自然就是天然的遊樂場 在這裡沒有路標 沒有擾人的成銷 只有自己和樹木對話 我深刻地體會到 心有多大 森林博物館就有多大的意涵 而這一桌Buffet風味餐 就是要犒賞大家 還規定要自備餐具 用意就是不要製造更多的垃圾 這森林的樹真的是很厲害 這是只有一棵而已嗎 對 它只有一棵樹而已 它的名字叫做白龍樹 白龍樹 對 然後又號稱為會走路的樹 對 這個要用到我們布農族的母語 來形容 這一棵樹的名字叫做Vagalun Vagalun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大腿 Vagalun的意思就是說跨腿 所以叫做Vagalun 大腿在跨腿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腿會移動 就叫做會走路 然後一直跨出去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那個樹 好像這樣給你包著 然後整個好像給你這樣子 擁抱住這樣子 對 應該是講台灣 找不到第二棵這麼漂亮的樹了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好 請問台東會走路的樹比較有名 還是金城武士比較有名 對 你覺得呢 如果是站在我的立場來講的話 我當然會講說會走路的樹 這裡的美連成龍電影 都曾到這裡拍攝取景 甚至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 都到這裡找靈感 這座自然的森林博物館 是部落族人 以環境信託的裡面來打造 更是國內生態教育和森林保育的指標 但我們要找著天堂之門 在哪裡啊 哇 大哥 就是這裡了 對 就是這裡 我發現 其實這一趟來我發現其實有 周遭有很多很多的神木 然後這兩株神木是比較特別的 它變成一個像門的樣子 右手邊這一顆是叫做白龍 左手邊這一顆 它原先本來也是叫做白龍 但是到了上面 這一顆叫做雀龍 因為雀龍附著在白龍的上面了之後 它開始往外延伸 所以就把這個白龍包覆起來了 所以我們變成看起來這個整顆 在上面是牽在一起 像個門一樣就對了 對 這樣 遠遠的這樣 非常的漂亮 所以稱它為天堂之門 對 這也象徵著 因為我看資料講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天堂之門 就是也能祈求就是說 你的明年一整年 你都可以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對 對 但是一個幸福的大門就對了 那我們可以往裡面走了 好 好啦 希望我新的一年 也能夠得到我的新戀情